大家有没有发现最近很多的进口药忽然间都买不到了 无论是你去医院看病的时候问医生配也好 还是你自己去药店买也好 都会出现这么一个问题 就是说以前你常用的一些进口药 现在都被替换成了国产药品 疫情之后我的心脏就一直觉得不怎么舒服 所以说呢有时候我会去买这个 拜尔生产的阿斯匹林 吃了之后呢就会觉得心脏好瘦一点 但是今天我在去药店购买的时候 一连跑了好几个药店都已经没有阿斯匹林 就是那个进口的这款拜尔的阿斯匹林在售了 只能买到这个阿斯匹林的替代瓶啊 怎么说呢吃了之后可能我是个例啊 觉得没有什么效果 以前吃一片进口的拜尔的阿斯匹林 那基本上我的心脏就会觉得舒服很多 而现在吃这个国产的对我来说效果不是很明显 吃了两片都没有太大的作用啊 于是我自己到网上查了查看到底是怎么样的问题 原来网上还真有这方面的信息啊 上海市卫生健康发展研究中心 卫生政策研究部主任陈明星和大家介绍啊 为什么会出现进口原型药不好开或开不到的局面 陈明星表示首先要明确这些开不到的原型药是指哪些药 以及开不到的药是怎么开不到的 那他解释说可能是一些价格较高为进入国家集彩的 或者参与集彩却落标的进口原型药 所说的开不到是怎么开不到呢 比如说在药房或民营药店能买到 但在公立医院却开不到 所以我认为公众真正想表达的是一些集彩药 原本可以享受医保报销在医院里能够开到的 为什么现在却消失在公立医院了 第一个就是现在所有的公立医院都必须在政府搭建的药品采购平台上进行采购 如果原型药没有达到集彩要求 并且不愿意降低价格的话就没有办法再进行挂网销售了 如此一来那么公立医院也就无法进行正常采购 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 为什么一些药品能够采购到 但是医院却不愿意开呢 陈明星陈主任表示 因为集彩政策会对医院有考核 集彩合约也有规定 每家医院要把集彩报备量执行完毕 通常留给非集彩药品的空间只有20%到30%之间 但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这个比例可能会更小 并且还有一点通过这个主论介绍 我就知道了为什么我买的之前买的那个进口的R4P0 和现在国产的R4P0的效果 为什么会有差距 原研药企业在专利到期后 有义务公开药物分子成分 但药物的辅料和生产工艺通常作为核心技术秘密 不予公开 这也就是为什么当一款药同样的存分 我吃进口的R4P0和吃国产的R4P0 带给我的那种感觉就是完全不同的 而这位主任同时也表示 首先要使每个群体吃上药 其次解决吃好药 以价换量最初是为了让所有人都能够用上药 下面一步应该是用好药 以价换量省下来的钱 是为了进一步采购好的创新药 但是一味的提倡却可能进一步伤害 创新药的研发 不过我是这么觉得 就是作为一个患者来说 我是觉得如果说一款纺织药品 它的效果并不能够达到 以前进口药的那个标准 甚至说差距很大的前提下 那么一刀切的把这些进口的原型药给停掉 确实对我们这些有用药需求的患者来说 并不会带来任何好的效果 甚至在有些方面有些时候 反而延误了这些患者治病或者看病的时机时效 最起码说当你准备关上一扇门的时候 也请打开另一扇门 就让我能够比较方便的买到 我想买的 我自己花钱去买这些进口药品 而不仅仅是 就在所有的店里都只能买到一些国产的替代药品 想买进口药反而都买不到 这是我个人的一种建议 不知道大家对这次就是很多 你平时以前在用的那些进口药买不到 而只能买到国产替换药品的这么一个变化 有什么样的看法 有什么样的想法 也欢迎留言讨论 那我的视频经常会为大家播放一些有益的有趣的 并且或许会为你带来一些帮助的信息 也请没有订阅的观众订阅下 也请订阅过的观众点赞分享支持一下 本期视频已经拍到这了 谢谢大家再见